Hello 今天要試一下泰式丁丁飯 金鳳出品 想不到金鳳米都會出微波爐食品的飯 這個方便再不用放進雪櫃 放在微波爐丁兩分鐘就可以了 打開包裝有兩個獨立包裝 一包就是咖哩 一包就是已經煮熟的飯 打開飯的獨立包裝是壓扁了長方形的形狀 拿出來的時候也有點難拿 好像一餅公仔麵一樣 但是一餅飯 這餅飯應該是熟了 但是又是乾身的 我想是抽乾了些水 不知是什麼技術 不過我猜跟韓式的即食飯應該是一個原理差不多 但是這個就沒有盤子 要自己預備一個長方形的盤子 才可以剛剛好放進去的 我都試過用其他盤子給大家看一下 覺得沒那麼方便 最方便都是這個長方形的盤子 然後就把這些醬汁淋在上面 這個一打開都很香 真是正宗的泰式味 很重的香葉 咖哩粉 紅咖哩味 還有它的蔬菜 它沒有肉的 只有蔬菜 它有一點點的薯粒 還有泰式茄子 它的蔬菜都燉煮了一段時間 所以顏色比較順色 比較暗 看起來真的不太好看 聞起來也挺香的 我們試試用不同的盒子 如果拿去的微波羅功也會有一個盒子 這個青咖哩 試試用這個盒子 這個好像在TKMAX 買的 因為TKMAX 有時的盒子也挺划算的 試試用這個兩格的盒子 不過剛才如果長方形的盒子 剛剛好配合 其實就很不錯 這個青咖哩 帶飯也挺方便 或者去露營 真的想快速吃飯 也可以用這個 我肚子餓了 我肚子餓了 這個簡直是即食麵 這個是簡易版的 我沒有想過飯也可以用微波 我肚子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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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好像要把飯切開幾塊才可以放進去 這個就好像要把飯切開幾塊才可以放進去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青咖哩 如果上班就不止吃什麼 這個都可以拿到飯 這個有多方便可以帶到飯 試試這個青咖哩味 青咖喱味的椰汁沒有那麼香 沒有紅咖喱的那麼香 它一樣有泰式圓形的茄子 有些青豆粒 它也是食物都可以吃 我試試 這個飯沒有自己新鮮煮的那麼好吃 偏軟一點 主要是靠醬汁 這個是最辣的 它的辣味蠻正常的辣味 然後這個 比較多薯仔 尤其是冬天 不想只吃三文治 但是這個也不錯 不過可惜沒有肉 就是只有菜 反而適合吃齋的人 咖喱偏甜 還有它多一點薯粒 有點像日本咖喱 是偏甜的咖喱 三個都是辣的 就是兒子不吃豆 這個更辣 這三盒都是適合大人帶 做不到小朋友的PAT LUNCH 它的飯都偏軟一點 比起自己煮來說一定沒有那麼好吃 我想就比較適合尼泊爾人 我會推介給尼泊爾的同事 來到英國才發現 原來這裡也有很多尼泊爾人 他們很多時候都在香港住過 然後再移民過來英國 尼泊爾就位於印度和泰國中間 他們是很喜歡吃辣椒 很喜歡吃辣的 這個咖喱汁拌飯 其實這個飯主要是辣的咖喱汁 應該真的挺適合尼泊爾人的口味 或者去露營想吃飯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 給個讚 如果有什麼想讓我們試吃 也可以電郵給我們 多謝支持 怡英為食料 INGFoodies 下次再見 拜拜